Hello 兩位好 今天這場有非常多粉絲 很快就頒獎 你的信心如何? 信心就... 我沒有 都是很平常心的 但我年年 就算第一年參加 我都會寫定得獎金明 即是有個準備 我寧願失望 我都不想上台沒有準備 但我平常心 你會不會提醒自己寫的 不是的 我寫完上台 說不出我 就是IG出去了 寫定文字 寫定文字 寫定感言 其實都一定有的 無論如何都要準備一點 但我習慣打天才球 多一點的 我覺得那一刻更加真 那今年你做了很信心嗎? 信去 今年的... 都是平常心 你問我 想不想拿 想拿 但是就... 平常心啦 那麽多獎你最想拿 哪個? 那麽多獎最想拿 那麽多獎最想拿 十大 上年我拿過十大 所以希望可以保持成績 那男歌手 喜愛? 所以... 你也會不會想 即是男歌手獎 會不會都想 當然想拿 身為一個男歌手 當然是希望拿男歌手獎 那麽目標 目標就... 我的目標一定是這個 是嗎? 但是... 那慢慢來 畢竟我才是... 還算是一個新人 那我覺得... 要些時間成長一下 浸淫一下 那你覺得哪個是你的經驗 哪個是你的經驗 我覺得自己未必有男歌手拿 所以我應該不是敬敵 那你第號是誰 我個人很私心喜歡JFone 那女歌手看不太好? 女朋友看女朋友 當然支持師姐 這個時候選師姐 突然間我不知道 突然間這麼客氣 我回不了她 現在沒有傷心 我也是 現在什麼都想拿 男歌手也想拿 你自己最想拿的是拿十大歌曲還是橫子? 唱作 我以前是很想拿一些可以唱歌的獎 我自己覺得我只拿了獎 我不能上台表演的話 其實現場觀眾或者電視機的觀眾對我的印象都是不深 要去到真的有得現場演繹才會 但是如果 今年如果我有機會現場演繹 我的歌很高難度 所以又會有些壓力 有些矛盾 但是我依然很想有機會可以在叱冊的台上唱一次Live給大家聽 那你有什麼叫Live的招數? Live的招數 我真的要向MC請教 因為她唱過 蛤? 還要你的歌這麼高 Live的招數 對不起 Live的招數 對不起 Live的招數 你叫呼籲嗎? 其實她喜歡你 不需要呼籲 其實她喜歡你 不需要呼籲 你叫呼籲才能給你? 我覺得要多點努力才能給我 靠哥 接下來聖誕表演 有沒有想送什麼給歌迷? 送給歌迷? 有什麼驚喜給歌迷? 我就送了我自己給她 Yoyo這麼說 我跟她 Yoyo說她 問Yoyo會送什麼給我 她說我聖誕已經是和你一起過 已經是很大份禮物 拿回這句 打回歌迷 還有演出好一點 我們會準備好一點 有什麼Live的招數? 先打個Live 先打個Live 就是奉獻支持MC的人可以投陳雷 你叫MC為甚麼投你? 情何以兇人? 很尷尬 陳雷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有什麼驚喜嗎? 對呀 驚喜來說 我們 驚喜來說 我們就 唱對方的歌 會有很多 會有很多 我準備了一個 或者有一首Yoyo的歌 其實都很難唱 我要她慢慢錄音給我 去教我唱 希望到時候上台 可以表演出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